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可以出院了 回家养着吧 真好了 那好 大夫 我一会儿就去办出院手续 行 这个拿着 谢谢大夫 不客气 苏杨 你说我这出了院 回到家就我一个人 我妈腿脚也不太方便 我这 我这段时间不出门 你放心吧 我伺候你 那行 我去办手续 还有机会 一婷 小冬 有事了 废话了 那电视怎么回事 电 电视 就送我家那电视 哪来的 哦 那 那 那电视啊 你说现在这电视里边 一会儿射雕 一会儿上海滩 这会儿又开眼霍人家 多热闹啊 你看这不着急啊 我着急啊 我着急正好 一会儿乡龙十八掌 一会儿没踪拳呢 现在又玩上枪了又 我还想把人孩子 往好道上带着 你赶紧把电池给我搬走啊 不是我都搬去了 不好弄 哎哎 你坐这儿 你坐这儿 我跟你说着正事 别别别动了 赶紧的 你跟海琼到底怎么着啊 你就别惨了叶子 好了就算了呗 哎呦 你想哪儿去了 我把海琼当自己亲妹妹 可真没动一点儿坏性眼啊 就行了啊 我不了解你啊 你是怎么着啊 你是自卑还是怎么着啊 要不我去跟你说去啊 哎哎哎 千万别弄坏了 这就什么不 我这么跟你说吧 那电视 苏洋送的 苏洋送的 你不是借给他钱吗 他拿你的钱去做生意 结果就发了 他本来想还给你 想着你不可能要 就买了一个电视送家去了 你就受着吧 哎 对了 我再问你一个事啊 你跟苏洋 没事了 谁知道啊 司马南现在阴一阵 阳一阵的 看病了 哎 怎么又扯到我这儿来了 我跟你说啊 你跟海雄这事儿得抓紧 行行行 别提这事儿 你这怪怪不好意思 看小样呗 建军 咱们这批货什么时候能到啊 姐 嗯 广州发来的货还得两天 嗯 然后深圳发来的货呢 还得三天 好 姐 出事了 怎么了 不知道从哪儿 冒出一个搞服装批发的 跟咱们一样一样的 也是做牛仔户生意 每条还比咱们便宜两块钱 现在身家所有的服装店 都找他们批货去了 那其他几个城市呢 其他城市倒是没受影响 但这可不是一个好苗头 咱们要是降价呢 他卖二十六 咱们就卖二十五 一条裤子只赚五块钱 也差不多了 那要是人家卖二十四呢 那咱们就卖二十三嘛 这样下去不是办法呀 姐 你曾经说过 咱们既然干了 迟早会有竞争对手出现 所以咱们必须得把它灭了 让它不敢跟咱们竞争 咱们在深江才能立得住脚 怎么灭呀 我们既然已经干了这么长时间了 他们才刚刚开始 为什么只占领了深江市场 没有向其他的地方扩处 那是因为他们的资金实力不够 咱们就算一条裤子只赚一块钱 这个月咱们也能批出好几千条裤子 咱们能撑着 他们撑不住 等他们撑不住的时候 自然也就不会跟咱们竞争了 那行 跟他拼 把裤子降到二十四一条 把深江的市场夺回来 人家要是二十三给我呢 二十三 他不是二十六给你吗 人家说了 人家的价格就是要比你低 你不是二十四给我吗 人家就二十三给我 不是 他不可能二十三给你 二十三给你他就赔了 人家说了 就是赔也要跟你争这口气 争 争口气 这不是做生意的路子 人家就是要占领深江市场 就是赔了 人家也要把这个市场占住 老板 跟您打听打听 这人是谁啊 这个老板好像是姓张吧 跟咱们竞争那人叫张丽萍 张丽萍 就是思梦南的前妻呀 对 姐 这女人也太坏了吧 这是冲着做咱们来的 做了咱们也做了她自己 沙发 咱们最低 把价格押到二十一块五 她如果再降价的话 咱们就放弃 好 姐 这不就代表咱们输了吗 再往下压她就没利润了 她的资金长期占的牛仔裤上 这样的话 我们就有喘息的机会 那她对我们就够不成威胁 也对 这要真把她逼出去了 她去别的地方挣了钱 回来跟咱们抢市场 那就更麻烦了 这样 我跟建军 咱们再去一趟深圳 吃饭啊 里边请 你 你是不是正好的父亲 好好 我是 怎么了 我是正好的班主任 那正好出什么事了吗 正好在学校跟别人打架 已经三天没来上课了 对方的家长都闹到校长那儿去了 校长让您必须去一趟学校 正好 您稍等了 小胡 小胡 怎么了 您说 定一下 我去趟学校 走吧 校长 正好的家长来了 知道了 张老师你去忙吧 哎 给您添麻烦了啊 孙千雅 怎么是你啊 来 快坐吧 我说听这声怎么这么熟呢 哎 你怎么掉这儿来了 你不在教育局工作吗 我是刚调过来的 哦 今天找你来呢 是想聊一聊正好的教育问题 啊 保证全面配合 什么保证全面配合 我又不是劳教所的管教 嗨 这么多年了都习惯了 正好这孩子 现在知道他的妈妈是谁了吗 还不知道呢 好几次想说 但都没赶上好机会 这不思慕男 又得上肺结合了 苏杨和思慕男的婚 离得了吗 说是能离 但前提是 必须得把思慕男这孙子 给治好了 这样最好了 不过 大人的事 最好不要影响到孩子 本身这个孩子 就生活在单亲家庭 心理上多少有些缺失 再加上 你们家的事这么复杂 多少会影响到孩子的成长 需要正确引导 我前一阵光顾着挣钱了 没顾着孩子 你放心啊 后面我肯定好好引导他 你知道怎么正确引导孩子吗 不知道啊 但我可以试试 不行啊 就给他来我劳教所那套 保证好使 他这次打架就是因为你 有个孩子说 他爸爸进过劳教所 他就把人家给打了 这小子行 没白影的 你这么说 我就真替这个孩子担心了 行了 你还不了解我 我跟你开玩笑 你放心吧 我回去好好说他 你 你最近怎么样啊 我啊 挺好的 我把我做饭的手艺捡起来了 我想啊 把我们正福记这招牌 发扬光大 我相信你肯定能把正福记 发扬光大的 你呢 你怎么样 我 我是指的 你跟你爱人怎么样 他对你好吗 挺好的 那就好 千雅 这孩子在这儿上学 还得多麻烦你 帮忙给照顾照顾 我 放心吧 他说你是劳教犯 就因为这个 可 可我不想别人这么说你 傅儿 她们说得没错 爸爸当时 是当过劳教犯 那是因为一时冲动 没管住自己 可爸爸 不希望你以后成为我这样的人 傅儿 聪明 勇敢 可爱 以后好好学习 多学知识 做一个对社会 对国家有用的人才 那会儿啊 就会有好多人喜欢你 好多人爱你 好多人尊重你 浩尔 告诉爸爸 想不想变成那样 想 浩尔 你以后 一定比你爸爸有出息 臭小子 爸爸相信你 你一定能成为一个 顶天立地的汉子 爸 爸 我爱你 爸爸也爱你 你怎么可能 就说现在 我没有想到 他说 他说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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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说我 就想一人 我说他 来了 千雅 阿姨 好久没来看您了 快快 快进来 快进来 来来来 千雅 快进屋座 我听向东前两天说 你现在是校长了 刚调过去 向东他不在家呀 他忙 你找他有事啊 对 有点事 好啊 别写了 快出来 看看谁来了 孙校长 还孙校长 应该叫孙阿姨 孙阿姨 对啊 不认识了 你小的时候他还抱过你 经常来看你呢 孙阿姨为什么经常过来 他为什么 喜欢你呗 对啊 喜欢你呗 还给你带了小礼物呢 你看看 喜不喜欢 喜欢 要好好学习 我有这么好看的文具盒 我也得好好学习啊 嘴真甜 跟他爸学的 好玩 你赶快去趟饭店 把你爸叫回来 就说孙阿姨来了 不用了 让孩子学习吧 我自己去找他 那行 跟孙阿姨再见 孙阿姨再见 再见 那你慢走啊 哎 我们学校最近在研究 外包学生餐的事 你不是刚好从事餐饮行业吗 我想把这个业务交给你 交给我 嗯 你不怕我吊儿郎当的耽误事啊 我了解你 你办事我放心 行 那我试试吧 嗯 这是干嘛呀 夏阳 来来来来 快来呀 怎么了这是 今天啊 是咱们俩的结婚纪念日 是吗 对不起啊 文娟 我都忘了 来 来 千雅 祝咱们俩 健康 幸福 平安健康 来 你看 我这儿都准备好了 一直等你回来 今天怎么这么晚回来 我刚去一个学生家了 哦 哦 文娟 有些事 我不想瞒着你 我怕以后我们会产生误会 什么事啊 我刚才去郑向东家了 嗯 她的儿子叫郑浩 在我们学校读书 前段时间正好因为打架的事 正向东到学校来 我们讨论过孩子的教育问题 刚好学校现在正在研究外包学生餐的事 我想帮帮他 啊 怎么了 文娟 你不会心里不舒服吧 哦 没有 只是如果你不告诉我 犯他可能会 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呢 把学生餐的事包给郑向东 我特别放心 因为郑向东不是那种为了钱 什么都干的人 哦 行吧 倩雅 你看 我年龄也不小了 咱们是不是该要个孩子了 最近不是刚调到学校去吗 各方面的工作还不是很稳定 再说现在不是提倡晚婚晚遇吗 咱们过段时间再说这事行吗 我只是觉得 我们该有个计划 啊 嗯 文娟 再给我 一年时间 爸 我小时候 为什么孙阿姨总爱看我呀 因为我们俩是同学啊 你和孙阿姨是不是谈过恋爱啊 别胡说八道 这么小懂什么叫谈恋爱 反正我就是喜欢孙阿姨 我告诉你啊 给我好好学习听见没有 从片子上看呢 你已经痊愈了 痊愈了 对 没有传染性了是吧 完全没有 太好了 这就不用带了 恭喜你啊 哥 谢谢你啊 大夫 好 没事 走吧 行 谢谢啊 好 不客气 哎呀 早点出来呀 不是 桃子 你看我现在 我还 我还咳嗽呢 你说我这好了吗 咳嗽也没事 人刚才医生不都说了吗 医生说你好那肯定就是好了 啊 你别想那么多了 你肯定是憋坏了 走 找个地儿带你好好放松一下 放松什么呀 这紧张都来不及 我这好了苏杨 苏杨就肯定得跟我离婚了 不是 那你什么意思啊 你跟人说好了 还想反悔啊 反悔不反悔的 无所谓 反正 我不能让自己后悔 知道吧 嘿 跑这儿学照相了吗 哎呦哥 你吓我一跳 我还吓你一跳 你还吓我一跳呢 你没事儿子往这儿跑干什么呀 我 我没事儿来帮帮忙呀 哎 帮帮忙 你哥那儿忙的都快脚超天了 我也没看你给我帮忙洗洗碗什么的呀 你不牵人一只手吗 哦 何这是替你哥还人情来了是吧 啊 我看啊 把你这两只手装他身上 挺合适的 哎呀 说什么呢 哎呀 我走了 不是 你挺的你走了 我在这儿呢 把把把把把把看了啊 我正准备找你呢 不是 把妹妹没事儿老跑 你这儿干什么来啊 你先坐下 我慢慢跟你说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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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真得跟你妹妹好好说说 她再这样 我可就帮不上忙了 啊 她 哪样了 昨天啊 我给她介绍一个对象 嗯 人家这小伙子 啊 大高个儿 中专文凭 还特喜欢海穷 国营企业 你猜怎么着 怎么着 他嫌人家眼睛小 眼睛小 有 有多小 比你还小啊 别闹 你说正常人能有多小啊 他非说人眼睛跟 刀片滑的似的 还有 前天还有一个 也特别喜欢海穷 他非嫌人家脸上有麻子 有多少麻子 哎呀 别闹 就一个米粒这么大的 你说那种什么麻子啊 我跟你说 你真得好好跟她说说 咱们不带这么挑花眼的 哦 合着你的意思就是说 海穷 挑花眼的呗 啊 玩够没有 哈哈 说 那能怎么着啊 你说他现在一下班 就往我这儿跑 跟追债似的 仇死我了 兄弟我 已经是发动我所有的 可靠资源帮他找了 他要再这样 我可真没辙了 不是 我说你是不是傻呀 海穷对你怎么样 看不出来啊 你那聪明脑官 都干什么用了 我从小到大傻过吗 就是啊 那 他不是你妹妹吗 不 我妹妹怎么了 肥水还不留外人田呢 你就是傻你知道吧 行了行了行了 你们俩的事我不参与 跟你说正经事 这个学校给这学生送饭 我算了一下 一个孩子 一顿饭 咱就说挣五分钱 这一千个人 一顿就五十 这一个月下来 怎么不得挣两千呢 那不少啊 是啊 老规矩 咱俩啊 你出点钱 五五分账 就这么着 我走了 那这对象的事 我是介绍啊 还是 不介绍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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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好 干嘛呢 没事儿 我只是想过来看看你 看看我 嗯 来 进来吧 你还记得以前孙阿姨 总到你家去看你啊 记得 我还以为你忘了呢 我没忘 最近有没有见到 苏杨阿姨啊 没有 我不怎么喜欢呢 为什么 我刚开始挺喜欢她的 可是后来我到她家看电视 她都不让 苏杨阿姨不是不想让你到他们家去看电视 她也有她的难处 她也有她的难处 我知道 那个思孟楠好像脑子有问题 为什么这么说呀 你见到她了 她得非结合住院 我还给她送过饭呢 众名大流氓 还是诗人呢 她特别喜欢吃小葱炒鸡蛋 食盘食盘的吃 可吓人了 你看 这就是苏杨阿姨不让你去她家的原因 她是怕思孟楠叔叔伤害你 懂了吧 这都是最险的呀 太薄了 慢走啊 我来二十条 我看看你这个 你看看这个 你有货吗 来 您看看这个 蝙蝠山 肯定看我这个 我们这儿都是批发的 这可是不错 去那边看看 看看吧 这还有很多的 那来二十条吧 老板 把那件商衣给我拿下来看看 好 二十条 你看看这个啊 这种蝙蝠山 最近很流行的 拿到内地 肯定好卖 你看看这后边 将军 你看一下 蝙蝠山是吧 对对对 蝙蝠山 好 正好 干嘛呢 没事 我想跟你一起走 跟我一起走啊 咱俩不一路啊 可以走到学校门口 好 那咱们就走到学校门口 好 那咱们就走到学校门口 妈妈 你刚才说什么 没有 回家吃完饭早点把作业做了 这样呢也可以早点睡觉 真乖 好了 再见了 再见 妈妈 这蝙蝠山太火了 有点像当初的牛仔裤 是 太好了 那这样 别的货就先别进了 我们现在把所有的资金 都用在进蝙蝠山上 上发 把批发的价位定成三个 批发五十件以内的八块钱 五十到一百件的七块钱 一百件以上的六块钱 直接这样两百件以上的五块钱给他 这 差太多了吧 这五十件跟两百件 差得三块钱呢 对啊 所以他要囤着 就必须批发两百件以上 我就是想让深江周边半年之内 再没有一件蝙蝠山进来 姐 咱表面是占领了这牛仔裤市场 但只要一高于二十一块五 这市场就不是咱们的 成衣批发部那边也放出话来了 他们也囤了一批牛仔裤在裤里边 就等着咱们抬价呢 姐 咱还这么耗下去吗 耗不起 对咱们一点好处都没有 我听说 他们最近一直在弄蝙蝠山是吧 比这牛仔裤好卖多了 全是从成衣批发部那边进来的 不行 咱也进蝙蝠山得了 是不是 牛仔裤现在根本已经卖不动了 行 放进牛仔裤 全部低价甩出去 把所有的资金 全部都用来进蝙蝠山 就像做牛仔裤一样 不管他们卖多少钱 我们都要比他们便宜 大夫 我问一下 四孟楠的病情 现在恢复到什么程度了 四孟楠 她的病不是已经好了吗 完全好了吗 完全好了 肺部结核一概化 阴影已经消失 没有传染性了 好 谢谢大夫 不客气 姐 这匹蝙蝠山 肯定又砸咱们手里了 她们直接去成衣批发部那边进的 五块钱一件 怎么可能 我们在舍口进还五块钱一件呢 我都打听清楚了 她们直接去厂里订的货 连运费都是人家厂里出的 直接还给人家送到深江来喊 实在不行 全部都降价甩掉 你降价甩也甩不掉 那苏楠一个月 倒腾出去好几万件了 那零售商为了图便宜 每家都进了几百件 都在店里面囤着呢 没两三个月卖不出去 就像咱们这儿 这些个蝙蝠山 两块钱一件都没人要 我爱人为了我 把工作都辞了 辛辛苦苦挣钱给我看病 那我现在病好了 我就跟他离婚 闹车什么人了 我不但不能离婚 我还得报答他呢 苏楠同志 四孟楠同志 四孟楠同志说的也有道理啊 他当时事先答应我 要跟我离婚 我才辞了工作去赚钱 给他治病的 他现在病好了 他又不离了 你这简直是出尔反尔嘛 四孟楠 我求求你 你要是想报答我的话 你就跟我离婚 这才是对我最好的报答 不是 做人得有起码的良知啊 你让居委会的同志 给评评这个礼 在我最难的时候 他一直对我不离不弃 那现在我病好了 我就跟他离婚 那以后我还有脸欠人吗 苏楠同志 说一下 你要跟四孟楠同志 离婚的理由吧 这还需要说吗 当然需要了 报纸上的那些报道 您不清楚吗 四孟楠 如果四孟楠同志 是因为你参加过流氓活动 来跟你离婚的话 这个我们就必须 尊重他的意见了 报纸上写的都是 我跟您说啊同志 我不想离婚 还有一个更主要的原因 就是孩子 我和我前妻啊 有一个女孩 现在这孩子呢 既不愿意跟着我 也不愿意跟着我 也不愿意跟着我前妻 就愿意跟着她 但是监护权我不能给她呀 四孟楠 维婚现在成了你的杀手检了 是不是 不是 这很现实的问题 您得解决 要解决不了就 这个问题 你们可以到街道办去协商 如果街道办解决不了 也可以去法院 介绍信 我可以给你们开 谢谢啊 苏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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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听我跟你说 苏 你亲口答应的话 都是放屁是吗 苏洋 苏洋 你怎么能说出这样的话呢 你在我心目当中就是女神 这么粗粗的字眼 不应该你说出来 行了 别跟我扯这些没用的 你知不知道 当初有多少人拦着我 不让我救你 我能想象得到 所以我更不能跟你离婚呢 我得补偿你 报答你 我告诉你 明天你要是 痛痛快快地到街道 跟我办了离婚证 我可以给你一笔钱 但是 你要是闹到法院的话 我保证你一分钱都拿不到 你把我当成什么人了 你以为你自己是什么人哪 我司墨南绝对不是为了钱 典当人格的人 行了吧你 你之前都做出那种事了 你还好意思跟我提人格 你现在病也好了 我该做的我也做了 从明天开始 明天我就跟文文搬出去 苏洋 苏洋 当初我们救了她 现在她反而把我们给坑了 这不就是农夫和蛇的预言故事吗 离婚介绍信开了吗 开了 明天去接到 那她要是不去呢 哥呀 我觉得你这事办得有点不漂亮 我挺不服你的 你说你这不是利用人家吗 你说你病成那样了 人家照顾你 还给你做饭 正向东我觉得挺够意思的 天天给你送饭 人家来不了 还让儿子给你送 你这病好了不理了 你这算怎么回事 你知道什么呀 他这是跟我打感情牌呢 我能上当吗 打什么牌有什么用啊 你那点事我又不是不知道 苏洋连个毛你都碰不着 你天天缠着人家干什么 我怎么没碰过呀 我碰过他一次 对呀 你就因为碰过人家一次 所以你还想再碰人家 你不甘心 不是不甘心 那一次 太刻骨铭心了 对她伤害也太大了 不是那你这什么时候算个头啊 你就想这么一直死皮赖脸的缠 缠着人家缠下去啊 没头儿 我就想要苏洋 我就不想跟她分开 我管别人怎么看我呢 再买一遍去 行 行还在这吃去呀 没钱 你说你这一天 吃花生米吧 来 去去吧 你来干吗 四目难在吗 不在 好 你帮我转告他 如果一周之内 他不到街道 把离婚手续跟我办了的话 我只能告到法院了 到时候 他一分钱也拿不到 妈妈 不过 进来吧 怎么又来了呢 我就想和你一起待会 那好吧 孙阿姨现在有些卷子要批改 你先自己玩会 哦 你这个小家伙 怎么这么会照顾人呢 以前不会 看到您我就想照顾您 是不是想妈妈了呀 想 别人都有 想 救我没有 就是看到他们都那么大了 还在妈妈怀里撒娇 我有点瞧不起他们 又觉得那样一定挺好 孙阿姨 我好喜欢你 我妈妈要是您就好了 孙阿姨 我能叫您妈妈吗 当着别人的面不能叫 好 妈妈 妈 那我去上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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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决 你来了 天气预报说下午有雨 给你带把伞 谢谢 这孩子谁呀 正好 正向东的孩子 她总是跑到我办公室里来 喊我妈妈 我也觉得不太合适 主要是这孩子从小就没有妈 却少母爱 虽然家里有奶奶和姑姑 可是 毕竟代表不了母亲嘛 也能理解 真正好 我会保持好距离的 我上班就了 擦东西呢 妈 妈 您手头宽裕吗 又要钱啊 等我宽裕了还你 借我点钱吧 问苏洋要去 不是 我管苏洋要什么钱哪 苏洋说了 你现在跟他离婚呢 他能给你点钱 到了法院 你可是一分钱都拿不到 拿不到就拿不到 我又不是冲他的钱 你呀 赶紧去离婚吧 多少 拿一点 试一点 我不理 行了妈 您别说了 您要是有钱的就借我点 没钱我就回去了 真是 我也就剩五块钱了 您再好好涛涛 我就剩这么一点了 你说你现在 要什么没什么 你以后怎么办呢你 我欠你的 您注意自己腿 我们这孩子考得还挺好的 我跟你说好 我这大孙子又考了双百 是啊 别棒 这不起事啊 不能 我家孩子还行 都不做动业 我得逼着他 冲死人 你又来打文文的主意了 是不是 不是 苏洋 我来是想跟你说几句话 你有什么话赶紧说 苏洋 这几年 你辛辛苦苦 为我付出了这么多 我真的很感激你 我真的想补偿你 报答你 我现在也没什么事情干 我可以去帮你 不用 我用不着你这么虚伪 我真的想帮你 我一分钱都不要 我告诉你 我是看在文文的份上 我不想跟你闹到法庭 我给你留一点尊严 你非要弄到自己穷困潦倒 走投无路是不是 你现在没有收入 你又拉不下来脸 去做个体户 所以啊 你坚持不了几天 你赶紧走行不行 我不想让文文见到你 这是个文文的 你拿着吧 用不着 拿着 向东 你怎么来了 赶紧进去坐 我给你炒俩菜去 不用了 我是顺路过来找你聊点事 我呀一直想去 登门道谢呢 但我不怕你们家那边误会吗 就没敢去 你太客气了 我过来是想跟你聊聊正好的事 一条路 曲折不平 一场爱 忽远忽近 你就像黎明前 那颗流星 如此绚烂让人捉摸不定 一个人 两种心情 一场梦 梦了游戏 我就像风吹过 那片腹壁 没有重量 就像一道尖利 最遥远的你 是我最近的心情 拥抱一颗流星 却希望得到永恒的光明 最遥远的你 是我最近的心情 希望我不会心 带你看城市最美的光明 最遥远的你 是我最近的心情 是我最近的心情 希望我不会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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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带你看城市最美的光明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